山上别墅平日里没有人居住 库房里备用的器具却以应俱全 吃过早餐后 穆飞池开着车 下山去了特战队的营地视察 临上车之前 他转头看了眼 站在台阶上送他的小东西 有那么一刻 他动了要把他带到特战队的心思 田一山的特战队他都见过 甚至还交过手 但是 西市的这一队他没见过 这一队是他精心培养的精英中的精英 是军国最锋利的一把利刃 还没等他开口 他已经冲他白来白手 挥手告别 穆飞池浮上心头的心思沉了下来 他微微点了点头 转身进了车里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他有能力 跟他一起上战场的时候 他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交给他 终究是怕芸汐留下遗憾 穆飞池让管家 请了西市百年老字号酒楼的厨师上山 准备了食材 特地为他烹饪一席 西市口味的特色菜品 看到厨师上门 芸汐都有些懵了 穆飞池还真是 土豪到 让你根本没办法讲道理 仔细一想又觉得 这话没毛病 放眼睛多 估计好像 似乎 真的没有比他更土豪的人了 因为人家一出生就是 世家豪门的大少爷啊 穆飞池说好中午回来的 估计是有事耽搁了 直到傍晚 他们在别墅门口 搭好了烧烤架子才看到 他的车子开上山 从车底下来的除了他 还有李子兰和齐渊 冯瑞 看到他们上山 芸汐忙放下手里的叉子跑了过去 娇俏的脸上 满是掩饰不住的怯悦和欢喜 烧烤这种事 就是人多更热闹 有他们的加入 气氛顿时都变得不一样了 冯瑞齐渊 从车尾箱搬了两箱子啤酒和饮料下来 管家搬来柴火 露天的产地上 搭起了火把架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大伙互相搭把手忙碌 只有芸汐 有些手忙脚乱 穆飞池静默地坐在边上 看了他好一会儿 既怕他烫着手 又把他扎倒了 无奈地站起来 把他手里的东西拿了过去 哎 穆飞池 我会 你不用帮忙 在乡下 他又不是没做过这种事 只不过 两辈子加起来 他都没有体验过 这种一群人露天烧烤的氛围 既觉得新鲜 又觉得刺激 对各种东西各个步骤 又好奇 又想帮忙 到最后 不就手忙脚乱了 行了吧 一看你就是没做过这种事 穆飞池 利落地把烟制好的鸡翅 插在烧烤叉子上 创好剩下的蔬菜和肉类鱼类 直接搁在烤架上 动作利落 手法咸手 就连上调料这种事 都堪比酒店大厨 看得芸汐和一盘的赵雨墨 目瞪口呆 啊 少帅啊 你怎么连烤个肉都这么迷人 赵雨墨捧着奶茶杯 一脸崇拜迷恋地看着父母飞池 俨然小迷媚附身 江城换摆好椅子走了过来 拉开一脸迷恋的赵雨墨 霸道地挡在他面前 直接杀住了他崇拜的视线 不就烤个肉而已 有什么帅的 木飞池抬起头 轻扯了扯嘴角 把调料瓶递了过去 你厉害 你来 来就来 被一激将 木飞池成功甩锅 把又呛又重味的辛苦活 交给了江城换 看到江二货这么好骗 芸汐坐在椅子上 笑得东倒西歪 夜色下 芸汐看着这一片 喧闹融叉的气氛 有朋友 有知己 把酒言欢 忘却烦恼 她觉得 这个冬天 似乎并不太冷 似乎并不太冷